一个范园把大家害得多惨 3加11 结果呢到这个 他现在已经审引了83天 5月12号开始 他的脸书呢 就静悄悄都没有发文 审引83天之后 现在开始发文 发文不讲这个也就罢了啦 大家就算了啦 很生气 但他还讲到这个 他全力协助 厘清3加11的争议 看了大家实在是快要跌倒 网友立刻很激动 疫情好转 貌似风头过了 你就出来发文了吗 你应该做的是辞职 而不是做徒 范云委员加油哦 消失的会议记录 就麻烦您公布了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他发文怎样 告诉大家他多棒棒哦 我好棒棒哦 我守护民主的伙伴们 我们一起站在第一线哦 等等哦 富运哦 守护劳动者的权益哦 范云的问证报告哦 等等哦 把他的攻击写了一大堆 然后他就讲到 那个关键字3加11 这么多的这个图表 网友真的是不能够接受 你看到网友们抱怨有没有 范云拒绝公开3加11 会议记录哦 他完全演都不演了吗 更何况你记不记得 当初在这个立法院投票的时候 3加11要不要公布 他自己也按不公布啊 对不对 韩炳你怎么看待范云这个角色 他现在是要怎样 重出江湖 也就是说 他觉得说已经风头过了 没关系 现在奥运荣耀出来了 他可以继续 把自己跟这个3加11 切割开来 他还要帮助大家 厘清3加11的争议 你不就是主角吗 其实范云这83天喔 在练龟席大法 就像一只乌龟一样 憋在水面下一直撑着 想说事情快过去了 事情快过去了吧 然后他最近看到了冬奥 哇大家好棒棒 一大堆人在蹭 由于蔡英文带头在 想说大家都注意冬奥了 应该没事了吧 所以就把龟头伸出来看看 结果马上又中拳 就直接被他轟翻了 因为他真的很无聊 还全力协助厘清了 我笑死了 你是全力协助掩盖 3加11的事实吧 因为我讲一个最基本的 那个协调会是谁去开的 是范云去开的 对不对 那谁会有会议记录 范云一定有 为什么 你只要开了协调会之后 公家单位有义务 因为你是召开了这个委员 他一定要寄一份会议记录给你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厘清很简 那你现在立刻公布会议记录 把他传给你那份会议记录 给大家看一看 看看你当初到底在会议里头讲了什么 其他人又说了什么 这不是最简单的事情吗 那你要全力协助厘清 结果你当初还投票反对公开 那不是更好笑 你的厘清的方式是什么厘清 让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这就是厘清的方法吗 所以我就觉得范云之前在当在野党的时候 好歹维持一个看起来是女权奋斗者 什么相关这种相对比较清流 甚至比较偏左派的形象 结果呢好不容易判了一辈子 终于当到了一个不分区的立委 马上走狗打手的本色完全出现 人家上面叫他干嘛就干嘛 叫他去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完全丧失了做人基本的格调 老实讲啊 这一个人自己把自己一生的名声毁了 砸了这个已经从此以后不重要了 老实讲我现在觉得 很多人被他教过当初追随他的学生 应该觉得自己很可耻 准备跟到这么样一个乐